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8日 禮拜日的第一節 我們說回為何昨晚的直播節目取消了 昨晚很不幸地 我攝影機就掉落地 最後附帶的螢幕就散了 然後機器又開不回 最後一大輪直到今天 機器就開得回 但是附帶的螢幕已經崩了一段 所以就變成沒有畫面 現在我就要找一張椅子 找一個人來遷就那個鏡頭 因為那個鏡頭是沒有畫面 簡直是看不到他在拍什麼 所以唯有是 靠自己移動來遷就鏡頭 幸好一件事就是機器也能穿上 不然今天也做不到節目 但是現在沒辦法 照做著先找一張椅子遷就 好過沒有 因為這些機器一過了保養 你也很麻煩 不要搞了 現在有得用就用 總之用回這個設置 沒問題的 照著先 謝謝大家的多多包涵 真是 好了這一節我們就去跟進一下 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 陳奕迅 陳奕迅就跟阿迪特斯解除了合約 原來他那份合約 就跟大陸其他藝人的合約 是非常之不同的 陳奕迅那份是比較尊貴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份合約 是屬於全球代言人 以及是終生代言人的合約 所以來說 他那份合約的所謂含金量 當然就是不一樣 其他那些大陸藝人 所簽的代言合約 最多都是三幾年 當那個合約差不多到期的時候 那些品牌就會檢視一下 究竟這傢伙是不是好像當初那麼紅 不紅就自然不跟他續約了 至於那幫大陸藝人去解約 他們的機會成本一定就低過陳奕迅 因為他們是有時限的 分分鐘下個月都到期 你解約就根本上是 沒什麼所謂 又可以獲取這個愛國的明星 但是陳奕迅當然 他就賠了夫人又接兵 一來他解約以後 就再不能夠從阿迪特斯那裡出糧了 他就斷了自己一份的金錢收入 二來 大陸現在就在封傳一項消息 就是說陳奕迅所面對著的違約金 分分鐘是高達六千萬的 第三件事就是 既然他現在單方面解約 其實就是叫做違約 解約就好聽點是一個啞稱 其實就是違約 因為都未到期你就已經解除了 又不是雙方 協議和平分手 單方面做的就叫做違約 你單方面去違約 是合約精神如無物 自然那些外資企業就會認為 你是失信於人 其實同樣都會影響 往後的日子 其他的品牌找他合作的機會 連阿迪特斯你都可以當他臭死 別人看得起你才做一份終身的合約 而且還安排你做全球代言人 原來你這樣都可以是隨時放棄 其他的品牌自然就會有很多顧慮 所以他就是有多重損失 我們看看大陸正在封存的消息 微博上正在封存 據悉陳奕迅單方面解約 違約金額高達6000萬 陳奕迅就是以知藝人中 解約違約金最高 為什麼他會這麼高呢 就是因為代言的級別不同 其他的明星藝人 一般都在單一地區的代言 而陳奕迅就是全球的終身代言人 所以 這兩項條件相加起來 就造成了高昂的違約金 如果陳奕迅 被品牌一方起訴 勢必將會對他造成嚴重的影響 加上這兩年受到疫情影響 陳奕迅演唱會收入銳減 再加上代言廣告收入取消 如果還要被起訴 賠付違約金 必然影響巨大 所以現在那些大陸網民 就說要對陳奕迅點贊 你們這些傢伙真是廉價 人家一夜就賠半億 有多 你們這些傢伙只是在網上微博點贊 怎麼賺有鬼用呢? 趕快去買他的商品 所以這些傢伙全部都是一把 說就說霸買洋貨 Nike一出身波鞋減價預售 35萬人就已經是真金白銀給了錢去買 現在這個陳奕迅 哇,新一代的愛國歌星 終身制的代言合約 全球代言人他都不做 原來你們這些傢伙只是在網絡點贊 不用管你點贊嗎?是不是? 你正在點贊他就真的 陳奕迅被人拍到他在車上 發呆了整個小時 蘋果日報燈出來 哇,大哥面對著這麼多損失 就算說不賠過違約金 他每個月少了些錢 他都覺得是小禁忽肉的 小禁那塊錢 我不知道有多少 是不是? 那那塊錢 究竟你們這些小粉紅 會不會給他呢? 會不會買他的產品呢? 不會等到別人開演唱會 才買票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開的 你買他的唱片 是不是? 很多周邊的商品 全部都不見到說有行動的 一朵只是在網絡上點贊 實情這個陳奕迅就真的走得太前了 如果他是低調一點 就是早幾天不出來 可能 頭一兩個星期都會被小粉紅去罵 但是一來他就起碼保得住這份代言人的職務 二來過得一頭半個月 什麽罷買洋貨都煙燒雲散 到其時還有鬼人提 所以台灣的蔡依林就聰明了 低調一點 不要搞什麼解藥 沒所謂 做了藝人 香完又臭 臭完又香 這陣子被你罵而已 有什麼所謂 罵就罵 那個代言的品牌 繼續會給你錢 出糧給你的 繼續會給你 過了一頭半個月的時候 這些什麼風潮都借了 到其時保得住那份職務代代平安 所以都是蔡依林聰明 陳奕迅和他那間代理人公司 就太過衝動了 第一天就馬上撲出來表忠 當然 我也看到 大陸方面有些報導就說 如果是用這個 國家利益作為辯解的話 就有可能 不需要賠付違約金 因為根據文法典當中 不得濫用民事權利損害國家利益的規定 而解除的合同 是不必承擔賠償責任 但是這個就要視乎究竟 那份代言的合約是在哪個司法管轄區簽署的 當然 大陸的藝人就肯定是在大陸那裡簽署的 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陳奕迅這一份在哪裡簽署呢 如果他在香港簽署的 甚至乎在外地簽署的 他如果真的被追討的時候 他就不能夠用回大陸藝人那一套的辯解方法 總之他這一波都是大劑的 好了 另一個不知道是不是香港藝人的陳冠希 昨天就在微博上有所宣佈 有個微博就幫他說了 說陳冠希終止和Nike合作 陳冠希本來就和Nike有個聯名的 死亡滋敏茶配式的波鞋 在25日要發售 但是現在就直接取消了 有關Nike的文案 也都全部被刪除 他就趕上了表中的尾班車 只不過在這條鐵文裡面就沒有交代 究竟他是完全 將這一批的波鞋 銷毀 還是其實是等到 那個風聲沒有那麼緊的時候 他又拿出來買 其實只是押後發售 不是取消的 當然這條鐵文是沒有交代的 我們又拭目以待 始終這些東西牽涉到錢 就很吵架了 好了 接著我們又再去看看 大陸的小粉紅 現在難得有個機會 拿正牌周圍出征 他們當然不會放過機會 在昨天 他們又把矛頭 指向了另一家瑞典的品牌 是宜家家司 本來宜家家司在近幾天 都是維持著相當低調的狀態 因為風頭火勢當然 最好就不要出聲 而且宜家家司也沒有找任何一個大陸的明星做代言人 因為人家都不喜歡找代言人 所以頭幾天就幸免於難 但是後來 有些小粉紅就找到 原來宜家家司也有份 發表聲明說拒絕使用新疆棉 所以他們就馬上衝到 宜家家司的微博 出征 一時之間 很多人湧進去留言 當然 那群小粉紅的留言 是相當激情的 他們又叫宜家家司要滾出中國市場 H&M就將會是宜家家司接下來的命運 差一點就被宜家家司神癮了 以後就不會去宜家家司逛街的 你抵制新疆棉 我們就抵制你 說了很多這樣的廢話 問題就是你說抵制他 好了 之前說要抵制Nike波鞋 拿鞋子出來燒 抵制H&M 然後剪製H&M的衣服 抵制現在家司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把家裡的家當 劈出去燒 哈哈哈 豈不是文革翻版 那是怎樣的呢? 要怎樣抵制呢? 買就不買的 這班人照計就 不知道有沒有錢買 但是他說要抵制嘛 因為大陸式的抵制就是拿去銷毀 又不見得到油 你只是去留言有用 你家裡有什麼現在家司買回來的 全部都扔掉了 他只是這樣也沒有 所以呢 這一團虛火我相信 燒到現在這一刻 就差不多去尾聲了 因為 再這樣搞下去 根本上你說抵制外國的品牌 那些外資企業一定會受到影響 那個利潤是會受損 問題就是 這一招是七雙拳來的 到底那些外資企業 那些外國品牌 他們的產品在哪裡生產呢? 又是中國製造的 那你中國製造的時候 其實整個產業鏈都在大陸 無論是原材料 你上油產業或下油產業 全部都是在大陸的 那你一條龍服務的 其實到了最後 才說把那些貨品 出口 才賣去外國而已 全部都是在你那裏做出來的那些東西 你說抵制它 不買它 那你當然啦 外資品牌受損 但是你自己國內的人都會受損的嘛 所以呢 搞到差不多 我認為就是會收火的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